大家习惯藏钱藏珠宝 小心藏来藏去藏到最后不见了 张华县有一个老太太日前病逝 她托梦给儿女说 要找到她之前藏好她生前最爱的金项链跟手环来做陪葬品 而今天他们儿女找来了远景 动用金属探测器 翻遍了所有的菜谱跟鸡疗 最后还是找不到金项链 金属感应器有反应 再挖开土看看 还是没有金子 张华县秀水乡马新孙一名领老太太24号过世 她托梦给她的儿女说 她有金项链金戒指现金 分别藏在衣柜便当盒子和埋在寄寮图里 希望能够在出病4月21号前找到当陪葬品 藏在里面那两个手机是有找到 现在就是扑人 从扑人跟手应该是有手款的那种吧 就是要找不到 为了找金子 还动养了地方议员和远景 而一群人在鸡疗和菜谱里找不到金项链 转移阵地来到花圃 忙了好一会儿 还是没找到 因为妈妈申请好交代 如果她去世就要戴那个金项链 就是她申请的那最爱的那一条项链 老太太也叫她媳妇要藏好东西 她以前跟我讲我刚结婚的时候 就拿个挺立的扣啊 给我说你就把那个金子藏来挺立的 忙了一个上午在鸡疗和菜谱花园都找不到金项链和手环 他们只好焚香祈求能够奇迹出现 对不起 对不起